而社团法人 角娥爱心公益协会 得知秀林乡的疫情相当的严重 22号的下午也发起了爱心活动 准备了蔬菜类的物资前往 仅美春三战社区和家湾社区 来发放给确诊者 秀林乡长王美归相当感谢 同时也呼吁村民 要做好防疫的工作 勤洗手戴口罩 确实做好防护的内容 22号下午社团法人 角娥爱心公益协会理事长 江明胜志工团队田广珍 由恩福和志工们 来到京美春三战社区和家湾社区 来发放物资给确诊者 来关怀部落县爱心 这次我们来是来三战跟家湾 来发送防疫物资 给洛斯加坪们隔离的时候 给他们一些食物备者 然后就不会饿到了 然后另外我们也会再补充 那个快筛剂给他们 区文压长王美归也前往现场 来感谢角娥爱心公益协会的议举 同时也呼吁村民能够做好防疫的工作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角娥公益协会 来到我们三战部落 来发放我们针对确诊或匡列 以及比较需要协助的一个家户 我想我们疫情真的非常严重 当然各界单位都有拿了非常多的一些物资 都到我们部落来关怀 在此我要谢谢各单位 以及今天来到我们三战部落的 角娥公益发展协会 你们的爱心 我相信有你们的协助 我们会尽速 就是让我们的疫情 能够在艰困时刻 能够顺利 也希望能够疫情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要一起要团结 怎么样我们可以避开 不要让我们的确诊人数再增加 我想跟那一战部落 明天还要辞职 还要辞职 在关键的中间 开放这一战的 它要辞职 也利用来 是在这一战部落 我以前就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都要用 用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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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尾爱兴公益协会 在车子里面 装着 蔬菜类的物资 前往确诊的家中一一来分送物资 在三站文件站 照服务员成英方的代言之下 协会的一世长江明 是一群人 把爱兴资认给 需要的村民 希望小小的 爱兴 能够让大家度过 这次一起的难关 记得请搜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